欢迎关注华尔街焦点 这是华尔街电视频道的新分支 在华尔街焦点中我们关注各种热门话题 包括社会新闻 娱乐爆料 爆红 人物等等 如果喜欢还请点赞和关注我们的视频和频道 谢谢大家的支持 这一期华尔街焦点关注字母Z成为了俄罗斯官方宣传符号 以及联合国收到封口令 不能提入侵和战争 参考华尔街日报 爱尔兰时报 纽约时报 卫报等媒体的相关文章 推特上有人爆料称联合国的职员收到一份沟通指南 要求在讨论乌克兰战争的时候 不要使用战争和入侵这样的词 而要使用冲突和军事进攻 不要再涉及账户悬挂乌克兰的国旗 要求职员保持平衡 乌克兰发言人则否认这封信发自 纽约总部说此信不代表联合国机构的立场 根据爱尔兰时报看到的一封联合国内部电子邮件 联合国工作人员被指示不要使用战争或入侵 而是使用冲突或军事进攻 此外 在俄罗斯对乌克兰入侵之初 许多俄军的坦克和其他车辆上都图了一个字母Z 如今字母Z也已经成为俄罗斯一个显著的宣传符号 但其含义仍不为外界所知 尽管俄罗斯字母表中没有字母Z 但这个字母似乎已经融入了更广泛的俄罗斯 入侵乌克兰的战争叙事中 在3月6日 俄罗斯体操选手库利亚克饱受各界抨击 因为他站上领奖台领奖时 体操符上贴着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有关的Z字符号 此具被各界视为令人震惊的行为 库利亚克在体操世界杯多哈战男子双杠项目中获得铜牌 他身着体操服站上领奖台时 胸前最显眼的位置上有个Z字符号 各位讽刺的是 当时站在库利亚克边上的金牌得主 是乌克兰的选手伊利亚 许多入侵乌克兰的俄罗斯战车和其他车辆 上头都欺着Z字的符号 这也已经成为支持俄国侵略的象征 国际体操总会FIG对此发表声明说 国际体操总会已经证实 将要求体操伦理基金会对库利亚克在卡塔尔举行的体操世界杯多哈战中 做出这份令人震惊的行为做出 纪律出分 先前已经确定的是 从明天起 所有俄罗斯与白俄罗斯的体操选手都将被禁止参赛 而军事分析家则说 俄罗斯军方使用这个字母与其他标记作为标识符 以区分他们在战场上的装备与乌克兰的装备 专门用于军事行动的车辆 展示异于识别的标记并不少见 例如用于击退伊拉克入侵 科威特的美国陆军车辆上都涂有一个大大的白色V字形 看到它在平民中传播则是另外一个故事 自入侵以来 字母Z图标出现在了汽车上 亲克林姆林宫集会的横幅上 以及莫斯科和圣彼得堡地铁系统的广告牌上 在上周六在中部城市喀山的一座儿童收容所 病人在冰天雪地的情况下 还被赶到户外排成Z字形合影留念 在华尔街交点中 我们关注各种热门话题 包括社会新闻娱乐爆料 爆红人物等等 如果喜欢还请点赞和关注我们的视频和频道 谢谢大家的支持 位于美国华盛顿特区的伍德罗威尔逊 国际学者中心的研究员加列夫 在俄罗斯入侵开始前 就在推特上整理了这个符号的相关照片 他说这个字母于战争有关联的起源 非常模糊 加列夫解释说 有些人叫Z解释为代表胜利 有些人则认为是俄语中西方的意思 无论如何 这几个前几天刚刚发明的符号 已经成为了新俄罗斯意识形态和民族身份的象征 加列夫认为这个符号意味着 普京从世界独裁者那里获得了灵感 简单说 这是完全的法西斯主义 他在推特上认为俄罗斯当局发起了一场宣传活动 以获得民众对于他们入侵乌克兰的支持 他们得到很多支持 该符号的含义尚未得到俄罗斯军方人士的证实 或许这个符号很可能与法西斯主义的创始人 莫索里尼的法西斯符号没有直接联系 它最初可能是俄罗斯的胜利信号 但是该符号已经被挪用为亲俄者的象征 俄罗斯各地也出现了印有Z标志的汽车 企业也采用这个符号 该口号呼应了俄罗斯宣传者的说法 即入侵是为了解放和去纳粹化 由犹太裔总统领导的独立的民主国家乌克兰 亲普京的人物也戴上了这个标志 在2018年被美国判定为俄罗斯间谍 现任俄罗斯国家杜马也就是一院下院的成员 布迪娜在一段视频中脱下她的西装外套 在她的外套上画了一个Z 以展示对入侵乌克兰的支持 该运动的普遍性也是许多人得出结论 这是克林姆林宫为争取对战争的支持而精心策划的努力 尤其是因为他与之前的许多努力相似 他带有一个过去战争回声的标签 就是我们不会放弃我们自己 驻波士顿的俄裔美国媒体分析师瓦西里加托夫说 这绝对是一个国家诱导的网络迷因 总是有人接受这种信息 他还指出有一小群宣传人员花钱 在社交媒体上传播这个迷因 以假装这个迷因非常受欢迎 而俄罗斯官媒RT电视网也传播了这个符号 国家支持的广播公司RT 开始兜售带有此类此组的T恤 一些公司也将希里尔文版本的Z 替换为其品牌挥标中的拉丁字母 而俄罗斯广播部在Instagram上充斥着 为了和平 为了我们的人 为了胜利的贴子 这些贴子里都使用了英文字母Z 这个符号也被用作威胁 因为反对战争而离开俄罗斯的著名影评人 安东多林在他脸书上发布了一张巨大的白色Z的照片 称有人在他的公寓门上喷漆 他被称为恐吓的努力 而对于民族主义符号来说 奇怪的是所使用的Z是拉丁字母的版本 来自希里尔字母的俄语版本则更加圆润 看起来更像三 在对其含义进行了数周的猜测之后 俄罗斯公防部在3月6日表示 他来自借词ZA 这是俄语短语为了胜利中的第一个字母 这一解释似乎在3月7日 在联合国案例会中引发了激烈的辩论 乌克兰大使谢尔盖基斯利奇亚表示 Z实际上代表的是在俄语中 译为野兽或动物的词 俄罗斯的常驻联合国代表瓦西里聂奔甲则反驳说 俄罗斯对这些动物是谁有自己的看法 而英国卫报则整理了关于Z字符号的各种可能解释及其影响 首先Z字符代表什么 开源分析师和军事专家在2月19日率先注意到 集结在俄乌边界的俄国战车和军用卡车上出现了 民意般的手写的Z字符号 这在西方专家群中引发诸多臆测 在俄国发动攻势之后 越来越多的人发现俄国的装备上 齐着字母Z 另外也有OXEV等字母 这些字母经常框在方格或三角形里 但俄语的西里尔字母中并无Z这个字母 军事专家最认可的理论是 这些字母可能与俄军通常驻扎的地区有关 也有人认为 其上这些字母是为了避免误伤己方 还有部分支持克林姆林宫的俄国军事专家猜测 Z字代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而V字则是指俄罗斯总统普京 俄国国防部并未立刻评论 任何一种猜测的对错 而是在自己的Instagram上发文说 Z字代表胜利 V字则代表真理的力量 Z字为何在俄罗斯成为战争的象征呢 过去两周以来 Z字已从军事标志演变成了俄罗斯人 支持攻打乌克兰的主要象征 俄罗斯于2月24日对乌克兰发动了入侵 在三天之后 俄罗斯官方资助的今日俄罗斯 也就是上文提到的RT社 新闻网就在社群媒体频道宣布 贩售Z字周边商品 以支持俄军包括T恤和联帽衣 自那之后 俄国当局就在各地组织了无数快闪活动 邀请年轻人穿着Z字上衣 来展现对乌克兰战士的支持 还有一些学校上传 学童排成Z字型的照片 从昨天开始 在网络上流传的一张照片 就显示俄国男部一群罹患绝症的儿童 排成Z字型 表达支持俄国入侵乌克兰 还有一些想向普京表中心的官员 甚至说要在既有地名中间 天上Z这个字母 科迈洛夫地区的首长 席维勒夫宣布 他已决定将这个地区 加上字母Z重新命名 而俄罗斯的体操选手库利亚克 在3月5日 在多哈的世界杯男子双杠项目中获得铜牌 他在胸口贴上Z字符上台领奖 而他身边正好站着夺金的乌克兰选手伊利亚 而国际体操总会FIG 已表明要处分库利亚克 那么俄罗斯社会是如何看待Z字符号的 在莫斯科街头 现在你偶尔可以见到7者Z字的车辆 但大众尚未广泛使用这一符号 俄罗斯向来有使用某种符号或象征 来支持军队的传统 在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时 许多人佩戴橘黑条文相间的圣乔治四代 已是力挺俄国政府和军方 然而也有些俄罗斯人 借此嘲弄Z字符号 借此反对普京去入侵乌克兰 有人在示威中举着写有俄文为什么的标语牌 而这个为什么第一个字母就是Z 也有人制作讽刺民音 例如把小说人物哈利波特 额上的闪电型的伤疤改成Z 更不祥的是 字母Z字符号被用来当作恐吓反战人士的工具 俄国异议乐团暴动小猫和人权组织 近年都表示他们的大门被涂上了字母Z 不管俄罗斯或者国际上其他地方怎么看 在乌克兰字母Z 现在或许是最不受待见的字母 乌克兰国防部长奥雷克西·列兹尼科夫 在周一将该符号与纳粹德国的肖像进行比较 并发布了一张由两个交织在一起的Z 组成的类似纳粹字符的标志的图片 该标志一直在乌克兰社交媒体上流传 他还在推特上写道 在1943年 萨克森豪森集中营附近 发生了一个大规模谋杀的Z战 指的就是纳粹死亡集中营 提到纳粹德国的背景 是因为俄罗斯错误的声称乌克兰政府由新纳粹分子管理 其战争的目的之一是使该国去纳粹化 而乌克兰目前的总统泽连斯基是犹太人 属为王军医 常新纳粹在属散会 祝福是人杰已经 看属于医盾 祝福请 欢迎你 乌克兰战争已经进行了整整两周 有统计乌克兰难民数量达到了200万 波兰和美国之间在有大动作 在3月9日 欧盟司令部发言人说 美国向波兰派遣了两个爱国者导弹防御系统 以应对对美国和盟军部队的任何潜在威胁 部署正在积极进行中 这是否可能是美国在为向乌克兰输送战机做防御部署 要知道战斗机是目前乌克兰最需要的军事援助之一 而和之前反装甲武器等不同 战斗机的援助或许会被俄罗斯认为是北约直接介入的信号 因为一 战斗机不属于防守类的武器的范畴 第二 乌克兰没有太多能够战机起落的机场跑道 所以大概率这需要波兰或其他国家帮助行动 第三 从波兰其他国家起飞的飞机直接参与行动 将被视为俄罗斯的共同敌人 第四就是乌克兰战争开始之后有观察家认为 俄罗斯始终没有取得空中优势 所以他们更忌惮乌克兰方面的战机 而现在各方在转交战斗机中的公开态度可以说一直在变化 这一期华尔街焦点继续关注乌克兰战争 在3月8日波兰同意转交米格战机 提议却被美国的五角大楼拒绝 而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一催再催 泽连斯基催促波兰和美国立即达成向乌克兰派遣战斗机的相关工作 泽连斯基说我们这正打仗呢 这是事关人民的大事 我们没有时间去猜你们释放的哪些信号 赶紧解决别相互推诿 当然关于波兰美国乌克兰关于转交米格战机 是确实迫于普京威胁各方踢皮球 还是反过来大家演戏给普京压力 暂时无法做出判断 在俄罗斯开始入侵乌克兰的两周之后 欧洲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 最严重的军事冲突所造成的人员和物质损失惊人 显示出乌克兰战争中战斗的激烈程度 法新社报道称 虽然现有数据值得商榷 但在这场战斗中投入超过15万军队的俄罗斯 无疑正遭受严重损失 法新社说在3月2日公布的唯一一份俄罗斯官方报告中 莫斯科报告称其队伍中有近500名士兵死亡 1600名士兵受伤 即平均每天有约80名士兵死亡 260多名士兵受伤 而这些数字很可能被低估了 而在3月8日 美国国防部的物质大楼估计 在14天的冲突中 获有2000至4000名俄罗斯人死亡 即每天有153至307人死亡 按照莫斯科宣布的三伤一死的比例 德军估计有6000至12000名伤员 相比之下 2003年至2021年期间 约有4000名美国军队的军人在伊拉克被杀 在阿富汗 针对塔利班的冲突持续了20年 导致2500名美国士兵死亡 自2013年以来 法国一直在非洲的撒赫勒地区打击圣战组织 8年来损失了53名士兵 法新社引述地中海战略研究基金会学术主任皮埃尔拉祖比论说 随着乌克兰的冲突 世界正在重新发现高强度的战斗 在乌克兰如果俄罗斯人攻击主要城市 伤亡人数有望上升 而在这些城市 乌克兰军队将拥有重大的战术优势 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研究中心的研究员 古斯塔夫格雷塞尔说 如果乌克兰军队继续以目前的速度 给俄罗斯军队造成伤亡 普京将不得不考虑一个可行的退出战略 而基辅方面并没有说明损失情况 莫斯科在3月初声称 有2800名乌克兰士兵被杀 在华尔街焦点中 我们关注各种热门话题 包括社会新闻 娱乐爆料 爆红 人物等等 如果喜欢 还请点赞和关注我们的视频和频道 谢谢大家的支持 火焰中的坦克被摧毁的装甲车 被遗弃在路边的卡车 众多图片显示出 在这场战争中 军事装备受到严重破坏 乌克兰国防部对俄罗斯损失的评估 可能有夸大成分 这包括81架直升机 317辆坦克 1000辆装甲车 120门火炮 28辆防空车 56辆火箭发射车 60辆运输油罐车 7架作战和战术无人机 以及3艘船 一个只记录乌克兰和俄罗斯 在战场上有图片或视频 佐证物质损失的网站 在3月9日报道称 俄罗斯损失了151辆坦克 近300辆装甲车 10架战斗机和11架直升机 而乌克兰则损失了约46辆坦克 不到100辆装甲车 5架战斗机和2艘船 2月24日爆发的冲突已造成欧洲大陆最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之一 根据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称 已经有200多万人逃到国外寻求庇护 主要集中在波兰 欧洲预计将接收500万难民 在当地俄军加强了对乌克兰几个城市的轰炸 可能会增加被困平民的死亡人数 根据联合国的最新统计 自战争开始以来 至少有474名平民被杀 861人受伤 而联合国强调这个数字可能比实际情况低很多 而根据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威廉·伯恩斯称 俄罗斯总统普京很可能正在加倍努力 并试图碾压乌克兰军队而不考虑平民伤亡 在俄罗斯这边有影像显示 俄罗斯甚至搬出了罕见的装甲列车 有观察家认为 这是俄罗斯试图借此保护己方的补给输送线 美国军事网站战区在3月7日报道称 一辆俄军的装甲列车从克里米亚半岛出发 抵达了正在交战的乌克兰南部重镇马尼乌布尔市 这辆装甲列车车上同样喷涂了俄军车辆上 被广泛使用的Z字型标记 报道称这辆列车由两个柴油动力箱 和八节不同类型的无动力车厢组成 第一节动力车厢夹在两节特制的武装车厢之间 其中后一辆武装车厢装备了两门双管的23毫米机关炮 可以用于对付低空飞行的空中目标和地面目标 但从视频中无从判断第一节武装车厢上搭载了哪些装备 据猜测很有可能也是某种武器平台 以提供不同类型的火力 排列在前三节车厢后的一节是货舱 一节是乘客车厢 一节是平板拖车 紧接着又是两节武装车厢 第二节动力车厢和另一节平板拖车 视频显示位于中间的平板车厢 似乎运载了大量包裹 而后一节平板车厢上则空无一物 据称俄罗斯军队拥有两辆被称为 阿木尔和贝加尔的武装列车 两辆列车都曾在车臣的战争中 被用于格罗兹尼工程站 还有一辆参与了2008年在格鲁基亚的战事 在2016年 这两辆列车曾在克里米亚的后勤演习中现身 随后被部署前往白俄罗斯方向承担运兵任务 本次在俄罗斯现身是近15年来 俄罗斯装甲列车在作战任务中的首次露面 战区刊文认为 火车与铁路运输历来对俄罗斯武装力量的作战部署 与后勤有着重要的战略价值 随着俄军从克里米亚发起的南线攻势 其补给线也愈发漫长 乌克兰军队使用土耳其制的TBR无人机和游击队等手段 对俄军的后勤与补给系统进行了频繁的攻击 并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战果 使用装甲列车进行运输还可以弥补俄军捉襟舰肘的运力 提高面对火力袭击时的安全系数 同时解放用于保卫铁路运输线的俄罗斯作战部队 装甲列车强大的火力与防护及其衍生能力 对于目前落后于预计时间表的俄军而言 或许具有非常大的战略价值 这样的装甲列车出现或许是体现出俄罗斯队后勤感到不安 现在也是只有直接把火车开进战区才能完成补给 依靠火车站或临时后勤中心的转运 卡车可能在满轴重线在泥地里四面挨打 后勤中心可能堆满了运不出去的物资 前线军队可能是缺量少弹 战线眼看就要完只有直接把装甲列车开进战区 放弃公路机动才能供应上前线 不过自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 恐怕只有最自信的前线指挥 相信他们的铁路既绝对不会遭到轰炸 也不会遭受破坏才会做出这样的决定 另外还有媒体报道 俄军的新式单兵突击步枪 也成为了乌克兰军的最佳战利品 战区报道在战争爆发之前 与俄罗斯庞大的军火库相比 乌克兰军队的武器装备是远远落后 大多数是前苏联时代留下的 而在这场战争开始之后 乌克兰部队的坚韧出乎大家意料 还在几处战斗中夺取了俄军的武器 这包括突击步枪火箭流炮 但是更受欢迎的是最新的突击步枪AK-12 它是俄军最新的突击步枪 在2018年才开始装备 因此乌军手上的所有AK-12都必定是战利品 在另一张照片中 乌克兰国防情报局局长凯里洛 布达诺夫准将也同样在办公室里放了一把AK-12 他显然更明白AK-12象征的意义 另外布达诺夫身后还挂上了一幅猫头鹰 逮住蝙蝠的画作 这是针对俄罗斯的呛声 要知道乌克兰军事情报局的标记是猫头鹰抓着保健 而俄罗斯格鲁乌特种部队则是以蝙蝠作为象征 所以这幅画曾经激怒过克里姆林宫情报局 而在另外一边 国际原子能机构正在担忧切尔诺贝利核电站设施的情况 国际原子能机构最新的消息显示 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断电不影响安全 在当地时间的3月9日 国际原子能机构在社交媒体上表示 乌克兰核监管机构向国际原子能机构 通报了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停电的情况 国际原子能机构表示 切尔诺贝利罚燃料储存池的热复合和冷却水的体积 足以有效清除热量 而不需要电力供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断电对安全没有重大影响 俄乌战争至今进入第14天 在3月9日稍早 乌克兰国家核能发电公司表示 上周遭到俄军占领的切尔诺贝利核电厂遗址 因冷却核废的设施无法运作或导致第二次核灾难 根据了解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在俄罗斯入侵的首日即被围困占领 国际原子能总署IAEA在3月8日指出 切尔诺贝利核电厂的资料传输中断原因不明 担心厂内工作人员在俄军看守下的情况 而隔了一天 在3月9日另有消息传出 称受困在核电厂内的人员由于食物有限 每天只能吃一顿 而乌克兰国家核能发电公司则表示 由于核电厂周边战事激烈 难以抢通电力 核废料有辐射外泄的风险 恐造成二次灾难 在1986年的4月26日 切尔诺贝利核电站4号反应炉 发生爆炸成为了迄今为止 世界上最严重的核泄漏事故 现在虽然不再运作 但仍有退役的反应炉和放射性 废弃物处理设施 需要靠外接电力保持冷却作用 若冷却系统无法运作 恐使核废料产生过热的情况 造成保护设施 浑水辐射外泄 在视频最后 关注有乌克兰人高价悬赏 在2014年克里米亚事件中 导向俄罗斯被封为最美检查总长的 波克隆斯卡亚 波克隆斯卡亚在2014年初 乌克兰亲欧盟运动 愈演愈烈之后 辞去了检察官的职务 称为自己生活于这样一个 纵容土匪的国家 感到可耻 因一段任职记者会影片 于网络上爆红的前 克里米亚共和国最美检查总长 波克隆斯卡亚日前 亲赴乌克兰南部城市赫尔松 展开人道救援 发放物资给受灾民众 原以为是人美心更美的举动 却引起了当地富商的悬赏 扬言提供10万美元 给活捉到他的人 波克隆斯卡亚 曾于乌克兰首都基辅担任检察官 在2014年初 乌克兰亲欧盟运动愈演愈烈之后 辞去了检察官的职务 并严厉批评称 当时的政府是魔鬼 更称为自己生活于 这样一个纵容土匪的国家 感到可耻 媒体报道 自俄罗斯总统普京 在2月24日无预警宣布 于乌东分离主义地区 采取特殊军事行动之后 波克隆斯卡亚 力挺普京的决定 并于近日轻抚乌克兰的战场前线 发放人道救援物资 包括食品药物等 并在他的instagram上 大方分享自己的军装照 根据媒体报道 他宣称 种族主义者威胁当地民众 若是接受俄罗斯方面的物资援助 将放火烧毁他们的屋子 致使民众生活于恐惧之下 他表示自己会尽全力提供协助 称 我们跟你们一样是一家人 报道还指出 乌克兰的富商库尔托夫 随即在脸书上发文 要求当地民众前往活捉 波克龙斯卡亚 完成任务即可获得 10万美金的赏金 不过这个文章随后被删除 以上就是今天 华尔街焦点的所有内容 这是华尔街电视频道的新分支 在华尔街焦点中 我们关注各种热门话题 包括社会新闻 娱乐爆料 爆红人物等等 如果喜欢还请点赞和关注 我们的视频和频道 谢谢大家的支持